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要 敬请锁定 我们还是点一个 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讲一讲 但是也是有真正性的话题 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9月9号是毛泽东的 既日 一死就死了42年 你看看有没有我们的报道 从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 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 42周年的忌日 有中国的网友就发现 新出版的八年级历史教科书当中 提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删去了毛泽东有错误的一词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 一再修改教科书 抹去对文化大革命的负面描述 让人们心中再次亮起警示灯 中国以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 不仅造成文化断层 数百万人丧生 还有上映民众流离失所 曾经中国学生教科书上 都指示灾难以及浩劫 如今似乎有不同的评价 美国之音报导指出 在中国最新的八年级历史教科书下册当中 将文革浩劫变成艰辛探索 去除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 再度将他变成完美的伟大领袖 原先的课文是20世纪60年代 毛泽东错误的认为 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但新版的教科书里头 删去错误的一词 指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 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为此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刚 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 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美国之音指出 令人不解的是 虽然文革带来不少灾难 但是在文革期间长大的习近平 似乎对文革情有独钟 习近平对毛泽东反复赞美 导致中国国内许多人 以公开以及半公开的方式 对习近平发出询问 但习近平以及他的宣传班子 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报导认为 习近平掌控之下 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 推出歌颂毛泽东 去掉毛泽东错误 恐怕将会再度引发 中国政坛以及文化界的 另一番议论 你曾经在那个学习时报工作过 我们本来不想提那个故事 但是只是说你有这个专业背景 那说明你学习习近平已经很久了 哈哈哈哈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 这么一个教科书的这个修改 这种从成续来讲 是习近平下令 还是习近平的部 这个他的直输的中央办公厅 或者是某个人下令 还是教育系统 现在教育部还是教委 是他们握摸胜意 把它删掉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删掉可是会成小可 你怎么看 我认为 这个首先 因为 每个国家 我不知道美国的情况 中国它是一个教科书的 专门教科书的审定委员会 教科书怎么写呢 是国家来规定的 政府规定的 到了这个这个委员会 是设在教育部下面的 什么 那么 首先毫无疑问 这你要过教育部这一关 教育部 但是我想呢 提出 是问题上的 谁提出来的 那帮具体写教科书的人 那肯定不提出来 说这个这个这个 要改一改 我 这个东西呢 肯定 但是是不是最高领导人提出来的 我也很怀疑 因为他哪有功夫 对管这个教科书的问题了 他可能几十一个 大概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对 两个 所谓的两个三十年 复不否定嘛 他只提出这么个东西 极有可能呢 就是说 那个教科书的 那个委员会的头 提出一个方案 给教育部领导 那么教育部领导呢 当然他也不敢自己定夺 来上中办 中办呢 这个问题肯定在反映的 至少都反映到 一些神代的主管 主管部 现在是王复宁了 那么 至少是这个事是 据我所见 但是这个东西 好像是 不是现在 现在已经 就是说 去年就已经修改了 不是今天在修改的 是吗 你确定 我的印象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是最新报道出来的 不不不 应该是 对新报道 可能是对新报道 但是修改了 好像是 是吧 因为我印象就好像 去年就已经 你是印象证件 还是 我也承担错误 我印象就是 去年好像就修改了 所以说 这个事不管是不是 王复宁嘛 这是当时的 如果去年来 是刘云山吧 对吧 就是这个是 这种意识性的主管 头 发解是刘云山 发解是王复宁 是已经 到他这 这这这层次 修改了 但是这个东西 因为这样一个 修改的 是对 伟大领袖的 这个错误 是一 一谋了之 对啊 一谋了之 这是影响到 什么东西啊 影响到 未来的 千千万万人 对中国历史的 一个认知的问题 是一个 非同小口的问题 这个问题 不是一个小 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事情最后 根据我的官呐 肯定是要 最高领导人是 要要让他汇报一下的 所以我们要改一下 这个东西 或者是写一个 例如一个 专门调情 就这个事 写一个东西 给领导最高领导人 你看合不合适 对高领导人大不一分 合适 就这么改 就这么定 OK 事情就这么 你刚才有一句话 我也不是那么同意 就是说你说 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 对历史的认知 那你说 这个今天的中国历史 除了我们先不叫老毛这一条 就叫几道的条 又几道又是 符合历史事实的 这个都 我们在乎 反正已经 夺黑了这么多年 我在乎的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中共 自己的能力来讲 它违背了自己的政治能力 是因为 任地毛泽东 错误的 发动了文革 这是中央的 正式的文件 这是党这样的决议 对吧 对 你自己把它给推翻了 这个意味都是什么 意味着说 从根本上 这个 这个 未来 或者是现在 实际上现在已经做了 就是 动用文革的资源 文革的做法 提供了合理的这么一个基础 也就是 否定了 以前 过去的党这样的 这么一个决议 是不是这个 你认为 从这个问题 是否会 中央再做一个决议 来否定 就是说 所谓第二段历史决议 就邓小平搞的一个第二段历史决议 这个对文革错误的 对毛泽东错误化的文革 所谓四人帮的反动派 利用了毛泽东 这是一个 这个历史决议 第二段历史决议 邓小平主持的第二段历史决议 所做的一个东西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就说 习近平是否会做第三段历史决议 目前看来 这个应该说 做第三段历史决议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那么 如果他不是做一个历史决议的话 要 整体的否定的话 应该是 不大可能性的 就是说 这里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 是否以后会利用这个东西 来发动一个历史于第二段文革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社会上也是非常非常担心 非常非常 有些人说中国现在就是第二段文革 有些人说还没有 当然就 问题就是 你怎么界定这个文革的问题 第二段文革是第一段文革的翻版 还是有所变化等等 如果说是完全是第一段文革的翻版 那是绝无可能的 是不会有第二段文革 因为明显的第一 这个我们讲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 他的初衷 是要达到党内的受尊主义 党内出生的受尊主义 那是不是 实际上没有把现役 来网络子谁打倒 对他不存在这个问题 也不存在一个让人民造反 对对 他应该不可能存在人民造反的问题了 所以从这个意思 但是 简单就是说 他会借用文革时期的某种做法 会借用文革时期的某种做法 来推行 他的政策 他的思想和路线 这个是现在已经在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公开的 通过隶属决议的形式来为文革方案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不大可能 但是你觉得 为什么现在给人的感觉 就像文革 对习近平的个人惩罢的 这种笨的办法 笨的办法就是比老毛还厉害 老毛那个时候 人民日报支持右上角 毛主席女路 现在是习近平习近平习近平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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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目的就是你不要看这个人民日报 因为为什么 你看到这个习近平谁还有一种越多的欲望 去看那个破报纸 对不对 你这不所有人说高级黑吧 不管是习近平自己高级黑自己 还是他的手下高级黑自己 总之他就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没人看的一个地步 对吧 你那个时候至少毛主席女路还有一个新的东西 你说你今天会见 会召 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个国家 对一般老百姓完全没有预议 就是你达不到一种宣传的一种效果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笨 为什么就是要用这种文革式的语言 文革式的这个形态 你觉得是真的是像别人认为的这样 现在的领导人的认知水平就那么一个水平 历史的记忆就是那个记忆 还是说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这个关键的时刻 要么要走向民主化了 要么我们就见识发魂 对吧 一毛来压大就 我觉得这其实是要把 要把个人跟一个组织 分开 组织他是有一套积极运转的 就一旦这个积极运转启动之后呢 那个人的这个意志 他是要符合这个组织的 这个这个这个运转的规律的 这里面就很大情织上是这么一个问题 你讲的太好了 你不是讲这个体制是机器人吗 对 真是机器人吗 对 是你以前对对对 你以前我知道 一个进行机器人 对 这一旦这个进行机器人启动了之后呢 他就就就就的这么早 不是说 这里面比如讲 习近平的投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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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他的 我想呢 对于那是具体的做边界的人来说 他个人呢 他肯定也不愿意这么干 对 他不会 但是他又不得不这么干 为什么不得 他不这个不这么干 他觉得上面会怪的下来 怪的下来 那么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肯定到最后到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其他报警不看 习近平肯定看日报的 那么标题少一下 他这次标题不少 那个版面他也翻一翻一翻 翻一翻 如果他看到这么 哎呀 怎么全是我的呢 这这这这这 如果他发警法在下都不能再这样了 那么下面可能就不会再这样了啊 我我我我我还记得这个最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印象就是说 他给他给那个中央中央美学院把一个老教授的回信啊 仅仅是我给你一个回事老教授来话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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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院接下来 他说 学习习近平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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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信件啊 开一个隆重隆重的大会 不但是这样的 包括在全国美学界都要学习啊 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是就是很非常荒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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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了你中央美院你学习一下吧 对不对 全国学院学着干嘛 全国美学院要学着这个事情 但是一旦就是说 这个机器所谓这个集权的机器 这么运转之后他就必须要这么做 不是说以你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 幸亏你是从这个体制里面出来过 你了解这个体制的运作 当时我就认为习近平的变革也好 习近平未来的这个不变革也好 他跟川普一样的 川普在华人的运作 他要依赖于他的这个文官系统 依赖于他的这个政治体制 所以他会产生冲突 那么习近平要变革也好 早回他落也好 他灭得了就是一个政治体制的机器 这是一个尝试 但是我被拼劳了 所以我为中共讲话 不是不是 这里面就是说 对于内部领导 比较对于内部领导来说 他肯定也不喜欢这个东西 而且他从大个人来说 他不喜欢被不喜欢 他可能里面有个揣摩 他揣摩习近平是不是喜欢这个东西呢 他也许说觉得习近平可能也不喜欢 但是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安全 安全我就必须这么做 管他现在喜不喜欢 我先做了再说 这里面肯定有揣摩的成分 但揣摩的成分第一 首要的一条是政治案件 政治正确的问题 那么最后的事情是必须会做 那么到了习近平手下 我们讲他可能就是也觉得这样不好 但是也许他因为那两个人的事情很忙嘛 接着各种外边也对 也许就没看这个报纸 也只看了一样拿到报纸一丢 也把这个事情忘了 这种多有存在着这种各种各样的偶然性 但是我们从这个政治所谓的 你刚才说的你发明的 经济机器人的运转来看 他的必然会达到 必然会出现这种结果 哪怕不是说传他传不他的新闻 至少是大半新闻他是有建筑的 就这么个结果 毫无疑问 阻止的形态就这么决定了 对对 只有在体制内工作的那里人才知道 这个政治机器人这个发明还不错 可以做乐伯乐别找 那除非我在后面都自己搞一个讲 这种错误ressed的 比较有信感 可感别摁 优优独播放 100点 4点 7点 3点